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的主播马铃薯。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频道,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案件。 2015年10月16日傍晚,重庆市嘉陵江边某县一家属楼上,一个四岁多的小女孩从酒楼摔到了临街的路上,顿时脑浆崩裂当场死亡。 面对这样的惨状,人们赶紧拨打110报警,十多分钟之后,一名形色匆匆的妇女赶了过来,拨开人群向民警自首,说是她害死了这个孩子,她不该把孩子一个人关在家里。 听着妇女的哭诉,赶来的民警和围观市民一个个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 那么这个无辜的小女孩是谁呢?妇女为什么要关这个小女孩在家里? 2016年1月6日,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,今年36岁的黄娟,出生在重庆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上。 在家乡,黄娟和妹妹黄婷是远近闻名的姐妹花,两个人都漂亮可人,从小到大形影不离,一直关系非常的亲密。 高中毕业之后,没考上大学的黄娟进了一家皮鞋厂工作。 同事见黄娟人长得漂亮,就给他介绍了当地一个经营博船老板的儿子宋伟,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,并于第二年结了婚,他们生下第一个儿子。 到最后,马夫把家里经营上好的那艘博船,就交给他们夫妻去经营。 夫妻俩从父亲手里接过博船之后,四处联系货运业务。 由于诚信经营,他们的货运业务很快就好了起来。 到了2004年,父亲给他们的那艘博船,已经是不能承载当时的运力了。 为此,宋伟跟妻子黄娟商量之后,四处筹集资金,增加了一艘更大的博船。 这样一来,夫妻俩在严城竖牌的上号的,货运业务做得响当当,并在当地货运界有着非常好的信誉。 2010年,宋伟和妻子黄娟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和三艘博船。 为了给两个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,两人商量之后,花了借20万在县城买了一套14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。 进行设计和装修之后,一家人搬到了城里去住。 与此同时,妹妹黄婷高考失利后一直待在家里,转眼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黄娟是四处托人,为妹妹介绍与自己相关行业的老板,并不惜花钱请吃请喝,安排见面,希望妹妹能和自己一样,享受幸福婚姻带来的快乐生活。 然而2005年,黄婷自己挑选了一个搞装修的小老板,婚后,黄婷无事可做,看着姐姐家买了新房子,她却不甘心落后。 可是,女儿萌萌出生之后,她们花了不少钱,手里连到城里去按揭一套房子的钱都不够。 张强为了满足妻子买房子进城的愿望,开始加班加点地去承担一些装修的业务。 2012年6月,小夫妻俩终于筹够了钱,在城里买下了一套小区房子,并从亲戚那借了一些钱,把房子装修了一番,一家人也搬进了城里居住。 然而搬进新房子之后,大笔债务眼看就要到期了,小夫妻俩的经济压力很大。 为了尽快挣钱还债,2013年7月,听说贵阳的装修业务相对来说要好做一些,张强决定让妻子在家里带着孩子,自己一个人到贵阳那边承包装修业务来做。 张强走后,黄婷一个人在家带着女儿萌萌,时常感觉家里每个男人不方便。 每次黄娟来看他们娘俩,她都忍不住跟姐姐说,这日子,男人不在家买点东西,班上班下都得请别人,要是遇到其他事,还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一向疼爱妹妹的黄娟,安慰黄婷说,男人就应该以事业为重,她要是有什么困难,黄娟和她姐夫都可以帮她。 事隔不到两个月,黄婷果真遇到个大难题。 一天晚上,她给萌萌洗澡,可是刚洗了一小会,浴缸的热水管突然爆裂。 高压下的热水冲得她满头满脸,满身都是水不说,也呛得萌萌一个劲地哭喊叫爸爸。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的黄婷,不知道去找家里的总水阀,把整个水源关了,只能任凭水管破裂,到处都是水。 像那洪水灾害似的,在浴室里肆意地流淌,眼看下水道不能及时把这些水排出,就要流进卧室了,才赶紧给姐姐打电话,让她和姐夫过来帮忙堵水。 不巧的是,黄娟这天感冒发烧,就让丈夫宋伟一个人开车去她妹妹家。 宋伟来到黄婷家之后,查了一下母女俩都没有被烫伤,就静止去屋里把浸水阀给关了。 随即她又把浴缸上破裂的热水管拆了下来准备更换。 可是黄婷家却没有备用的水管。 宋伟二话没说,就赶紧开车回到家,拿了一根水管来给姨妹安装。 等她把水管装好,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,黄婷一时说不出是感激还是未劳,把一杯热茶递到了姐夫的手中。 就在那一刹那,黄婷突然觉得,姐夫成了她家不可缺少的帮手,同时她对姐夫瞬间有一种初电般的微妙感觉,那种感觉对她来说,有着很强的吸引力。 宋伟二喝了茶之后赶紧告辞,二月十四日,年除夕前的一天,黄娟一大早打电话给黄婷,让妹妹带着孩子过去吃团圆饭。 可是,黄婷当天并没有过去吃饭,到了晚上,黄娟因为要忙着招呼前来的客人,就顺便准备了一些好吃的饭菜,让丈夫赶紧开车给妹妹带过去趁热吃。 宋伟二开车把饭菜送过去时,黄婷的家里,黑咕隆咚的,整个屋子连点亮光都没有。 原来,张强在此之前打电话说不回家,过春节的也没寄一分钱回来,黄婷带着孩子在家里连水电费也没有交,电力公司的供电系统就自动地把他们家的电给停了。 这大过年的没有电怎么行,见此情形,宋伟是赶紧到了小区外面的超市,给母女俩买回来一些蜡烛,点上让母女俩在烛光下美美地吃了一顿饭。 第二天一大早,宋伟在没有跟妻子黄娟商量的情况下,又给母女俩送去了六千元钱,让黄婷赶紧拿去买一些过节的东西回来,好好过个年。 看着事业上成功,生活中不乏体贴风情的姐夫离开,黄婷的心底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。 但她的脑子里有个念头特别的惊喜,要是自己的丈夫,在事业上生活中能够跟姐夫那样该多好。 尽管姐夫的形象越来越亲切,黄婷还是尽量克制着自己,因为姐姐从小到大都是那么呵护疼爱自己。 然而事情的发展方向,往往并不是人们所预料的。 2014年2月23日,黄娟和宋伟夫妻带着两个孩子,一起来到妹妹黄婷的小区,接娘俩一块去重庆慈气口看元宵灯会。 到了中午,黄娟特地找了一家好的饭店,请她们母女吃饭。 凑巧的是,饭没有吃到一半,四岁的萌萌就要闹着去上卫生间。 见妹妹黄婷有些疲倦,黄娟就让小儿子带着萌萌去了饭店的卫生间。 可没过几分钟,黄娟的小儿子一个人慌张地跑回来,说萌萌妹妹的脚卡在洞里,出不来了。 听到这里,三个大人都惊慌了,当他们赶到萌萌所在的卫生间时,发现萌萌因为不小心,一只小脚踩进了便槽的下水孔里,怎么也拿不出来。 见此情景,宋伟二话没说就上前去,试图把萌萌的小脚从孔里拔出来。 可是由于脚后梗有些突出的缘故,萌萌的脚始终不能拿出来。 心急之下,黄娟和黄婷赶紧叫来饭店的工作人员,让大家想办法把萌萌的脚给弄出来。 有人拿来剪刀,把萌萌的鞋子剪破,试图腾出些许的空间,把她的小脚拿出来,却并不奏效。 大家又去弄了一些很滑的肥皂水,浇在萌萌被卡住了脚上,企图慢慢滑动着把脚抽出来,结果仍然没有成功。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。 年幼的萌萌因为惊吓,哭得激尽虚脱,黄婷在一旁心疼地直掉眼泪。 这时,饭店的负责人从外面赶了回来,他让员工准备好工具,决定了将便槽砸破之后,再取出萌萌的脚。 看来这是唯一能够取出女儿脚的办法了,黄婷没有过多的考虑,就答应了他砸便槽的方案。 为了不让便槽破碎时划伤,萌萌的脚,宋伟叫饭店的工作人员拿了一些有一定厚度的纸板,挡在萌萌的脚与便槽的接触处。 几分钟之后,便槽砸开了,萌萌的脚也取了出来,并且没有任何的划伤。 只是萌萌的脚掉进去之后,因为害怕又试图自己爬出来,扭痛得太厉害而直至脚踝脱臼。 想到丈夫在外不得知,女儿如今又遭遇这样的不测,黄婷哭得都要崩溃了。 为了不让萌萌的脚留下什么后遗症,黄娟连晚上的元宵灯会也不看了,便决定带着两个儿子乘公车回家。 让丈夫宋伟开车陪着妹妹,把萌萌送到重庆市儿童医院接受治疗。 到了医院,黄婷早被女儿的哭喊吓得六声无阻,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 好在有姐夫宋伟在旁边,帮忙挂号找大夫,经医生石膏大板处理之后,萌萌的疼痛慢慢地减轻。 可是,医生建议黄婷让孩子留下观察几天,避免出现什么意外。 宋伟听后二话没说,又拿出钱来给萌萌办理了住院手续。 萌萌脚上的伤恢复得很快,三天后的下午,医生在给她咔查看时,当即宣布她可以出院了。 接到外甥女萌萌可以出院的电话,黄娟别提有多高兴。 由于黄娟要在家照看两个儿子,便不顾天色已晚,让丈夫宋伟赶紧开车,去有着近两个多小时车程的重庆,接妹妹黄婷和萌萌回家。 宋伟开车赶到了重庆儿童医院,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。 她把萌萌抱到车旁,让黄娟坐在驾驶座前排的位置上,再把萌萌放到她怀里抱着。 一路上她担心刚出院的萌萌,还特意在车里开了适度的空调。 在一路的颠簸中,黄婷就这样抱着女儿,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 两个多小时之后,宋伟带着这个母女俩回到了他们家的楼下。 然而几天下来,疲倦不堪的黄婷和女儿仍然睡得十分的香甜。 宋伟见此情景,不准备打扰,并把车打开换上新的空气之后,重新打开空调和母女俩一起在车里睡着了。 黄婷一觉醒来,已经是深夜两点多了,她发现姐夫为不打扰他们睡觉,竟然把车停在楼下打盹。 等他们醒来时,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感动顿时涌上心头。 在这份温暖和感动的驱使下,黄婷将头靠在了姐夫宋伟宽厚的肩上,宋伟从朦胧的睡意中醒了过来,但她很快就被黄婷急促的呼吸声给包围了。 就在那天夜里,就在那辆车上,黄婷第一次和深爱自己的姐姐的丈夫缠绵在一起。 从那以后,两人便背着黄娟在外面过起了家外有家的生活。 黄娟怎么也没有想到,自己一向疼爱的妹妹,会爱上自己的丈夫,而与自己一起创业的丈夫。 像猫见不得鲜鱼似的,也会缠上自己的妹妹。 宋伟与黄婷在一起,都是趁黄娟忙不过来,借口过去看看母女俩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。 为此,她没少在黄娟的面前,赚得帮助她妹妹母女的感激之情。 可时间长了,他们既担心黄娟会发现,又对先前的需要救来,做了就走的做法不满意。 为此,宋伟开始在妻子面前经常借口要外出办事,整晚甚至几天晚上不回家,都在黄娟家里面。 然而,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,两人关系密切的事,还是传到了黄娟那里。 一天夜里,宋伟跟妻子撑舶船,在运输途中出了故障,她要前去处理。 在确认黄娟没有怀疑之后,她迫不及待地把车开到了黄娟楼下,进步就进去了。 到了凌晨一点多钟,黄娟肚子饿得厉害,想吃东西,可冰箱里什么也没有。 黄娟听撒娇说,他们开车出去吃夜消好了,反正这回姐姐早就已经熟睡了。 宋伟稍稍犹豫了一下,便答应带他们到滨江路吃大排档。 来到滨江路,宋伟特地选了一家比较隐蔽的大排档座下。 黄娟姐挨着坐在她的旁边,一会用手指给宋伟擦拭脸上的油泽,一会又调皮地将擦过的纸搓成小纸团,去赛宋伟的耳朵和鼻孔。 吃完夜消之后,黄娟竟然在这样的公共场合挽着宋伟的手去前台结账,然后又挽着她走出店门上的车。 那样子,俨然就是宋伟新婚不久的妻子,或是正处于激情燃烧中的恋人。 他们亲密而肉麻的举动,恰巧让在隔壁一家大排档吃饭,与黄娟非常好的朋友看到。 第二天一大早,这位朋友就把自己看见宋伟和黄婷深夜时候玩手出去吃大排档的事,告诉了黄娟。 黄娟笑着说,肯定是这位朋友看花了眼,那位朋友坚持说不会看错,没想到黄娟竟然和那位朋友吵了起来。 此后,黄娟不信归不信,心里却从此有意提防妹妹和丈夫来往。 面对黄娟的防范,宋伟很快就有了对策,她经常在不跟妻子打招呼的情况下,故意在深夜到外面与几个朋友及客户喝酒。 等黄娟找到喝得烂醉的她时,看到并非外面传言所说的那样,就渐渐放松了警惕。 2015年5月16日的深夜,宋伟还没有回家。 出于对丈夫的关心,在这传言一直让黄娟不能释怀,她悄悄关上家门决定出去找丈夫。 然而,她把丈夫平时经常光顾的一家家酒店饭馆都找遍了,却没有发现丈夫的影子,她本能地想到了妹妹那里,便朝妹妹所在的小区赶去。 当她来到妹妹家小区楼下时,果然发现丈夫的车。 停在了一个不易看见的黑暗角落里。 黄娟顿时觉得心火直冒,顾不得夜深人静,咚咚咚跑上楼去敲妹妹的门,要查看个究竟。 十多分钟过去后,黄娟在头发蓬乱地出来看看,没等黄娟说什么,黄娟便怒不可遏地朝卧室里面冲过去。 看见丈夫衣衫不整地坐在萌萌的床檐上,黄娟不由分说地扑了上去,要把这个与自己亲妹妹鬼混在一起的丈夫撕成碎片。 见黄娟跟发疯似的,黄婷扑了过去,要把姐姐拉开。 黄娟看到妹妹在后面,就那双肮脏的手靠近自己,便愤怒地转身将拳头雨点般地砸向黄婷。 这头宋伟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把她拉开,黄娟挣脱之后马上就扑了过去。 就这样三个人从屋里撕打到了小区的楼下,哭闹声很快就惊动了小区值班的保安和熟睡的邻居。 他们纷纷赶来劝阻。 然而,遇到这样的事,谁也别想劝得住,大家只好打了110,让警察来把三人带走。 从那以后,这对原本关系十分亲密的姐妹,便断绝了往来。 每当在街上不巧遇到的两人,不是形同陌路,就是互相打骂。 事情被捅破之后,黄婷跟宋北的胆子反而更大了,经常无视黄娟的存在缠绵在一起。 为了不被打扰,宋伟还提议把他们鬼混的地点从家里改到宾馆。 黄娟无法应付,只能是艳泪装欢,假装饰而不见。 2015年10月16日的上午,有一单货运业务,货主联系不上宋伟就把电话打到了黄娟,黄娟多次给宋伟打电话,可一直没人接听。 迫不得已她又打黄婷的电话,也是无人接听。 眼看着这个家就要被这两个人败掉了,黄娟心里急着了火。 最后是她自己去把那一单货运业务办理好。 下午4点多,黄娟原本想回家休息一下,但是想到丈夫跟妹妹在一起的恶心事,她决定到妹妹家羞辱一下这两个不知廉耻的家伙。 可是,她在妹妹家敲了近半个小时的门,也没人出来回应。 就在她怒火中烧,路过小区幼儿园往家走时,她突然想起了妹妹的女儿,萌萌在这里上学。 此时已经是5点多钟,幼儿园陆续来了很多接孩子的家长。 黄娟脑子灵光一闪,决定把侄女萌萌接走,再要求丈夫和黄婷出来谈判。 好久没见到黄娟的萌萌,见到大姨妈来接自己,她非常高兴,却不知道满面乌云的姨妈,此时已经疯狂了。 一手拉着萌萌,一手拿着手机给妹妹打电话,对方不接听,为此她只能给黄婷发了一条短信息,让妹妹带着送尾。 自己带着萌萌前去谈判。 然而,妹妹黄婷回复的短信,却断然拒绝了她的要求,并说谢谢她帮自己接回孩子。 黄娟完全被激怒了,开始将所有的气,都撒在了年幼的萌萌身上。 她凶巴巴地把萌萌拉回家时,萌萌一个劲地喊姨妈弄疼她了,黄娟却装作没有听见。 回到家里,黄娟就用力地把萌萌推到沙发上,平时把自己疼得像个宝室的大姨妈,今天突然对自己这么凶,萌萌吓得哭着闹着要去找妈妈。 黄娟一听孩子喊妈妈,就更加烦了,伸手便打了萌萌两巴掌,还不停地骂孩子,跟她娘一样,对她多好,他们都改不了白眼狼的本性。 一个四岁多的孩子,承受不住,哭闹得更加厉害了。 原本就心烦意乱的黄娟,在屋子里一刻也坐不下去,她的决定出去继续找,一定把妹妹和丈夫这对狗男女找出来。 为了以萌萌作为与交换丈夫的筹码,黄娟决定把萌萌关在家里,萌萌跟着她往外跑,黄娟一把将她推倒在地,喊她滚进去,回来再收拾她这个小妖精。 为了防止萌萌把门打开,黄娟还特意把门反锁起来。 傍晚六点二十分,正直下班高峰,人们匆匆往家赶,就忽然听到高楼上隐隐约约有小女孩的惨叫。 就听见东的一声响,一个小女孩从高空重重地摔到临街的路上,顿时脑浆蹦裂,当场死亡。 面对这样惨烈的现场,人们赶紧拨打110。 十多分钟后,找不到丈夫和妹妹,黄娟从外面行色匆匆地嘎拉回来,却不见萌萌的人影。 当她听到楼下的人们议论纷纷时,赶紧跑下去,黄娟向现场的民警自首,说是她害死了这个孩子,她不该把孩子一个人关在家里,让孩子与妹妹交换丈夫。 随后民警将黄娟从现场带走。 2015年10月17日,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将黄娟刑拘。 事后,有记者来到了黄婷所在的小区采访,邻居们都说,萌萌出事之后,她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。 也有人说,刚开始那两天,他们听见黄婷在家整夜的痛哭,并认为这一切都是她自私,烂情应该付出的代价。 2016年1月6日,法院已涉嫌非法拘禁开庭,对黄娟的行为进行了审理,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判决。 哈。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 我是主播马林鼠,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